个人所得也降15%天几 就是说明居民的收入降得很厉害 有个房子大概是220万 到今年年几年 你连40万都买不出去 中共现在全力防堵外国势力 最近进去的中国的资本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在海外的资金 跟原来人民银行的货币委员会的一个礼仰 他说保守一点 一比十五 看不到前景的 新增的货币20%是进入民间 或者进入流通领域 80% 实际上是在政府和金融机构 和国有大企业里面 黑洞吸进去了 这些钱基本上都到了政府 或仰企的手上去了 借了新增又去环境上去了 债务的炮夸是越滚越大 在华投资的外商 尤其是美国的商人 它本质上都是脚踩两只船 问题是现在中美正在偷购买双方 两条船它只会越走越远 欢迎收看精英论坛 我是石山 进入2024年之后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在不断地缓缓下降 上个星期突然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虽然没有跌到去年90月份的最低点 但也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 那另一方面 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 却没有带来通胀 反而房屋价格和消费指数 都反其道而行之 这种奇怪的走势 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 现在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人民币会不会继续下行 楼市今年有没有可能止跌回升 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 今天的嘉宾 有大纪元时报的总编辑郭军女士 还有独立电视片制作人李军先生 另外旅居美国的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 蔡慎坤先生会连线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产品 叫神通牙膏 以前在韩国也叫Uniturn牙膏 这个Uniturn是一种纯天然的成分 韩国的韩东大学证实 这个Uniturn具有修复受损细胞和DNA的功效 修复率据说达到37% 所以你使用这种牙膏 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牙齦出血会明显的改善 牙齿也不会那么过敏 不会特别敏感 甚至有一些有松动的牙齿 也会变得比较牢固一些 当然我本人使用了这个牙膏 发现效果确实不错 那有些做牙医的朋友 也推荐这个产品 如果您口腔和牙齿有问题 有一点问题 你又不想做侵入性的治疗 不妨试一下这个产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 找到我们产品的链接 我认为绝对值得一试 还是提醒大家订阅 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我们节目 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 都会在干净世界独家网络播出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专业的问题 首先要问专家蔡神坤先生 2024年 马上这个第一季度就要过去了 从宏观上来看 您觉得中国经济 今年的情况将会怎么样 会不会比去年是有所好转 您的看法 我们首先可能要看一下 国家统计局 它是3月份已经公布了 一个1到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它这个数据 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同比是增长了7% 服务业的生产指数 它是增长了5.8% 还有一个消费比的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了5.5% 固定资产同比增长了4.2% 还有一个货物进出口的总额 同比增长了8.7% 如果单纯的我们从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 这个形势好像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统计局的数据 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关注的一点 我觉得我不去细推 还细敲它的每一个数据 我只是挑几个数据 我们一起可能来分析一下 一个统计局它吹嘘 一到二月份的固定资产的投资 是508,470亿 同比是去年增长了4.2% 但是如果是我们把去年的 一到二月份的数据 你把它翻出来的话 去年一到二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是53,577亿 如果按照这个数字 你一比较 那分明是下跌了5.1 而不是增长了4.2 所以说一增一涨的话 这个数字里面的水分是巨大的 还有一个它涉及到房地产的投资 我们看到统计局来说 只是下跌了9% 而把去年的数字 你照出来也是统计局同样的数字 下跌的是13.37% 再看地产的销售数据 统计局公布 它说只是下降了20.5% 但是和去年的实际上的数据相比 实际上下降的幅度 已经到了29% 所以说这些数据 就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说明现在统计局呢 它完全是按照这个中央的畅想经济光明论的这个调子 在出数据 它根本不是一个真实的数据 而且是完全的背离一个基本的这样的四十面 更重要的是你看财政部出的数字 也挺有意思的 财政部那一到二月份的个人所得税 它是多少呢 三千二百六十二个亿 同比去年一二月份下降了百分之十五点九 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下跌的百分之十五点九啊 这实际上就是个人的收入啊 实际上是大幅度下降 你想想一到二月份 是进步也推敲的 所以说呢 从整个的现在呢 这些受据的情况来看 我们不能光看它在纸面上吹嘘的这些受据 我们只要认真地细细地推敲一下 那就发现了有很多的问题 就证明了现在经济情况 并不是现在统计局所吹嘘的是那么美好 尤其是现在的就业 就业形势实际上是非常之严峻 今年我们看国务院的 它在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什么呢 提到的今年要解决一千二百万人的这个就业问题 但是去年中国的失业月 实际上年轻人的失业月 已经达到五成左右 这样的一个水平 实际上在中国现在 至少都有几千万人 现在处于一个完全的失业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看到前不久的 原来的重新市的这个市长黄岐帆 他提到 他说现在中国要急需安排的就业人口 实际上至少要解决四亿人的现在的就业 就证明现在你解决 今年新增的解决一千二百万人的就业人口 实际上是完全不走以解决现在的失业的问题 根本是找工作非以上之难 我有一个亲戚是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的 去年回去了到现在为止 他连想找一个基本性的工作都没找到 投了无数的简历 就是说按照以往的观点 纽约大学的研究生你回到中国去 怎么再差你找一个普通的工作还是找到的 但是现在都找不到 实在是就业线出了大问题 对对看来现在中国经济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刚才那个蔡先生讲的那个个人锁度 降百分之十五点几 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数据 对就是说明居民的收入降得很厉害 而且这个还是有钱人的数据 没错啊就是它是中产阶级吧 五千块钱以上 五千块钱以上 五千块钱以下的是不征税的 对所以这个看来情况是相当严重 我记得最近中国政府其实很多措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它有点急了 这两天恒大也传出新消息了 蔡先生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跟中国经济息息相关 这两天恒大传了一些新消息 你说是中国政府对恒大包括它的高管 包括许家印做出罚款的处罚 这是它是证监会来做出的一个处罚决定 因为证监会你按照正常的情况 这种处罚应该在早期就应该处罚的 现在恒大已经处于一个破产清散的阶段了 你在出台这样的一个处罚 究竟能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这是要打很大一个问号的 而且这次处罚在证监会的历史上 应该是属于史无前例的 它是因为说它2019年2020年 当时虚增了多少收入呢 5641个亿 所以说然后给它的处罚 它是有一系列的处罚 一个对公司的处罚是41.75个亿 不是那几个亿的问题 对个人的处罚也就更多了 包括对许家印 当然这个处罚 我觉得它证监会 它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它更大程度上 它是做一个姿态出来 表明证监会是不允许造假的 而且我们必须要严管市场 最重要的我觉得证监会 它不是现在才知道很大造假的 你搞到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进入到青山破产的这个程序了 你再处罚 实际上也是有点的伺候出锅了 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它年代的问题 是不是 你弄虚作假 你跟会计事务所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很大的会计事务所 不是一般的会计事务所 普华允道 普华允道 这是水平的 因为只有所谓的国际上的四大才能做的 普华允道这样的会计事务所 帮助它造假 那你首先呢 你也要处罚这个普华允道 是不是 它这个东西当时不这样造假 我相信后期这些投资人不会跟他借钱 你后期他从2021年 很多的银行或一些债权人 又不断的跟他借钱 因为当时中央政府好像要出手 要救他 是不是 也不认为他在这个债务上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呢 把后来很大一批投资者又坑进去了 而且呢 现在各个地方 实际上把这个恒大也当成了一块糖生肉 都已经 他在各个地方的项目 都已经被当地的政府强行接管了 你根本的证监会 他又没有这个所谓的执法权 他即使发了个通知 你最终现在无钱可罚 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我觉得证监会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是闹着玩 现在中国这个楼市看起来 好像整体情况也是很糟糕 也不是很好 刚才蔡先生说 这个中国统计部门说下降了 12月份下降了27% 但是这个数据呢 显然水分是非常非常大 我看到的一些 就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些统计 包括一些专业的 它一些机构做一些统计 12月份其实 中国的房地产 新房也好 20房也好 可能下降都是50%左右 50%啊 对 所以这个幅度 腰斩 这个销售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销售下降 第二个呢 就是房价 房价现在是什么呢 是持续下降 而且说实在话 有点深不见底 我可以给大家举些例子 最近呢 在这个网上 有一个天津的一个网络作家 他就写了一个案例 他说我一个好朋友 卖房子 他自己有个房子呢 大概是220万 他现在缺资金嘛 所以他在2023年初的时候 想把它卖掉 然后当时呢 他想报了一个170万 就等于说能够降50万嘛 这个幅度不小了 结果一年里头来了三个电话 这三个电话 全是房地产公司中介的 房地产中介 当然是一致的 说你房价太高了 还要再降 他说我已经亏50万了 最后没办法 他只好听他们这个 这个中介的话嘛 从170万又降到了130万 就等于便宜90万了 一年下来 无人问津 然后到了2024年初 终于来了一个买家 那个买家一口报价 说我只出80万 220万一直降到80万 80万 然后他那个朋友说 气得说我不卖了 我80万都不卖了 说你怎么现在价格 降到这种情况 然后那个人 那个买家就跟他说 说你现在不卖 到今年年底 你连40万都卖不出去 然后这个 然后当时这个网络作家说 说他写这个故事说 这个房地产太坑人了 大家千万不要往这坑里头跳了 这是天津啊 天津也是不管怎么样 也是个直辖市啊 对啊 那么这是天津了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北京 大家知道 中国房地产价格 最硬挺的是哪里啊 就是北京啊 但是北京最近 在网上突然有个新闻出来 什么的 就是这个海淀区 最牛的学期房 中关村三小 它的房子原来房价多少呢 到了22万一个平方 你想那100个平方 或者几百个平方 那都是上千万几千万的价格 结果最近价格开始居然猛降 少的降了100万 多了降了数百万 我那天有个朋友打电话 我还问他 我说这个 听说北京楼跌了 他说北京楼跌了 是因为要把一些 不相干人的赶出去 就封锁在外面 他是这么说了 他这么说 当然这个情况 但其实现在据说 断供的这个情况 也很厉害是吗 断供的情况呢 去年的统计 大概全年断供 就是不是断供了 不仅断供 是法拍房 法拍房 比前年增加了40% 而且呢 他呈现一个什么态势呢 就是他说上半年的时候 增加了35% 下半年 比上半年还增加了45% 就这种法拍房 他这种数目是越来越多 而且当然断供 其实他的数目是超过法拍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断供之后 他不一定马上进入法拍程序 对 他还有 这是你的问题 他又在银行里 买了一段时间 对吧 还有呢就是我可能这段时间 没办法去供了 但我下面又能供了 所以断供的数量远远大于这个 我看到这个有个黑龙江的一个自媒体人 他回来就想 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自己买了一个房子 当时买的是这个190万 190万 然后呢 他这个三年 就是疫情嘛 做生意亏了 亏了之后 然后这个怎么也还不起了 怎么还不起 然后当时那时候他要 他的房子就断供了嘛 断供后来他房子呢 就是那时候降价 已经降到了这个110万 就是疫情接受降到110万 190万已经降了80万下来 然后这种情况下 后来法拍 说法拍呢 还算运气好 90万卖出去了 90万卖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他说自己 他是首付还付了50万 然后他现在还欠银行 还欠40万 所以七七八 他到最后 他惨不忍睹 他说到一定时候 他说我崩溃了 我现在我和我太太工作也没了 因为生意亏掉了嘛 三年生意亏掉了 现在还欠银行一批过债 然后说这真是 一瞬间让我整个就 进入一种崩溃的状态 所以其实这些断供 你看那企业怎么样 那些断供的老百姓 那些买房者 其实他们是很惨很惨的 当然我们谈的这个是 这个房地产 其实人民币也有反应 上个星期 人民币对美元的离岸价格 又开始这个 其实就是今年以来 就2024年 进了2024年 就一直开始跌 但上个星期跌得很厉害 当然我们刚刚查 现在大概是7.25对亿美元 这个等于是又往回走了一点 所以想问蔡胜坤先生 你觉得今年人民币的 这个前景会怎么样 会继续跌吗 还是说有可能就站稳了 主要是取决于这个贸易数据 如果是进出口的数据 一致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石头的话 我觉得它的外汇呢 还是能够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对外出口 尤其是这个贸易顺差 如果不理想或者是出现福祉的话 我觉得人民币汇率应该对美元会出现一能新的下跌 而且这能下跌应该是直奔过去 因为现在人民币的问题会不会跟货币发行也有关系 因为我看有一些专家也分析说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M2货币已经跨过了300万亿人民币了 而且每个月的增长都是1.7万亿 说的是美元 1.几万亿美元的增长 这个好可怕 因为美国好像搞到每年也就是两三万亿 中国的也增长 这么大增加 这个超发的货币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会造成物价上升 资产价格上升 就是通胀 但中国完全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那你蔡先生这是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这些新发出来的钱都跑哪去了 这样的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 实际上不仅国内的人关心 实际上海外也非常关心 到底它是未来是走低还是保持相对稳定的 我觉得一方面是要看它的货币是不是保持稳定的 要看这个货币保持稳定的 主要的我觉得还是看它的经济的基本面 以及它的贸易数据 这个数据如果是理想它会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但另一方面还得看一下货币的发行总量 货币的发行总量我们就是单纯的看这个美元跟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话 你看看这个数据这个现在公开的数据它到截止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货币发行总量是20.78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 而中国实际上已经到了300万亿人民币 你按照现在折获美元的话是42万亿美元 实际上是已经比美国多了一倍 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是单纯的看这个东西来比较的话 中国现在这个会议跟美国的这个会议还是占不住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人民币它完全是现在靠的是政府的强力的外汇管制 如果是它放开资本管制 人民币完全的可自由兑换的话 资本可以随便跑的话 人民币的会议我觉得现在是看不到前景的 因为我早些年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的时候 我由此跟原来人民银行的货币委员会的李洋 我曾经聊起过这个话题 他当时就是脱口而出 他说保守一点1比15 他说保守一点1比15 他说如果是我们讲按照1比15来算的话 那现在中国的人金GDP那还有12700块钱吗 没有了 那这期都要回到2013年那个水平 就是人均6100美元的这个水平上去 所以说中国政府现在 它是极力的想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会议 因为美元如果对人民币对美元的会议 如果是大幅度下跌的话 它这个人均GDP就越搞越少越搞越少 那现在它这个无论是习近平 还是现在的这个中共高层的这帮人 他脸上就无光了 他老是吹嘘已经进入到一个发达国家了 到时候我们他又回到一个发展中国家 甚至一个贫穷落户的国家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他要极力的维护 但是这种维护呢 你必须要靠外经济基本面来做支撑的 你现在呢就这么多的人民币 人民就讲这么多的人民币 发现像那个流水一样的 你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 老百姓又没看到 我是从越的了解了一下 这些钱呢 基本上都到了政府和央企的手上去了 这些呢 他们拿去干嘛呢 他们拿去呢 就去借了这个新账 又去还旧账去了 所以说那个债务的泡沫 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现在呢 他只是呢 大家都不管以后了 都只是呢 把眼前的这个困难呢 怎么样度过去 我也是跟一个朋友问 昨天吧 我跟一个朋友搞财经的问 他说这个中国 大概是二八元利 百分之二十 新增的货币 百分之二十是进入民间 或者进入流通领域 百分之八十 实际上是在政府和金融机构 和国有大企业里面 黑洞吸进去了 全部是吸在里面 这吸在里面 它又没有项目 没有项目就在里面空转 完全是 是这个 等于是填了原来的债务 我们谈到这个人民币汇率 其实它还有个预期的问题 就是大家预期怎么样 因为现在很多外资在撤 很多外资在往外撤 这两天 北京正在进行一个 叫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很多外商去参加 尤其是美国大商家 绝对是不能失去的 以前他们都去的 这个论坛的一个关键环节 就是国务院总理和外商的闭门会议 据说今年李强不出席了 郭总编这是怎么回事 这当然和国务院的功能 出现巨大改变有关系 以前国务院它是行政权力机构 它有经济决策权和执行权 但现在它没有决策权了 变成了一个执行机构 这是今年两会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以前这个经济发展高层论坛 叫做外资大商家都会去 它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可以和国务院总理有一个 这样一个闭门会议会谈 大家知道在公开场合下 谈的都是表面上的东西 真正讨价还价的都还是闭门 关门起门谈出来的 所以外商是很重视的 非常重视这种闭门会议的这些功能 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去要 他要去参加这个闭门会议 前几天还说中共官方正在收集审查 就哪些外商要去的这个名单 但结果很多外商都没有兴趣了 不少人都就是提前离开了 习近平去反而大家不想去了 都走了 好多 那这其实我也能够理解 因为习近平他过去 见过不少美国的大商家 他谈的都不是关键的敏感话题 我估计习近平他因为他要维持这个权威的姿态 所以他见外商缺乏一种这种讨论交流的模式 所以外商也兴趣不大 这里面涉及到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华投资的外商 尤其是美国的商人 他本质上都是脚踩两只船 他既踩美国这只船 也踩中国这只船 问题是现在中美正在偷钩 双方两只船开始分道扬镳 脚踩两只船的 那就很可能他现在就变得很困难了 所以这是外商在中国目前的最大的困扰 我觉得在中美两国对抗的 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尤其是现在新冷战 两个阵营现在轴心 越来越清晰的情况下 两条船他只会越走越远 他现在新提出来一个提法 叫做什么新值生产力 有国内的这些朋友就说 新值生产力以前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依靠就是外资 因为你没有外资就说不上心了 这个新值生产力和这些外商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 过去十多年华尔街在中国大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现在华尔街遇到了一些障碍 关键的障碍还不是我们这些人 跟他讲了些什么负面的话 而是中共他本身的这个政治演变 产生的现在一个效应 中共现在全力防堵资本家崛起 防堵外国势力 比如说这个保密法 反戒列法 在香港的国安法 和最近公布的23条等等 这都是针对外国商人和大企业的 尤其是针对高薪科技的外国商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政策 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和外国的高科技企业 他现在都陷入到非常困难和 他非常困扰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最近几个月 这个外资撤离的情况很明显 中国政府又说有多少多少外资 进入中国大陆了 有香港专家去分析 结果发现最近进去的中国的资本 绝大部分都是中资公司 也就是中国在海外的资金 那中美脱钩是一个 我们看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将影响未来30年 现在我看恐怕只是刚刚开始了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接着谈经济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见